好啦 那我們就開始上課啦 那這堂課就是老師要開會 那就是由來代課這樣子 那第五堂課是講縮影函數的高階應用 聽起來好像高階 看起來聽起來好像確實有點困難一點 那老師的設計 講義設計就是從這一節課之後 慢慢會稍微加深 但我覺得整個寫程式的思路就是 就是要去想像一下你的Input跟Output講什麼樣子 然後再來是要怎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要怎麼把步驟拆得很細 就是一步一步來 然後拆得很細 然後用程式來實現 那每一步的 就是在寫程式的話 不太可能一次寫到位 就是你沒辦法在腦中一次想好 在很完美的想好然後把它寫出來 我現在在寫程式也是 大概推到大概寫 會往後想大概兩三步 但就是不會一次想完 然後每一次寫都會去看一下 自己的結果是不是跟自己是想要的 好那我們就開始往後啦 那前面應該是都是在講DataFrame 那我們這節課就是在講DataFrame的一些處理 那之前的上一堂課應該是這個問卷 應該說這個資料應該是長得像編號 然後編號1編號1 然後疾病1疾病2 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那每一個你們可能之後做研究啊 或是拿到的Data不一定是長得像那個樣子 那可能像現在是那個受試者1號 然後Desease123 然後它分別在不同的欄位裡面 那我們希望把它整理成 它是受試者1號 然後它的疾病欄位名稱都在不同欄位 然後有1號的 然後還有處的是在哪一個地方吧 應該會比較想要看的這個資料形式是長這樣子 如果你的目標 目標資料形式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你要想辦法就是 把這個樣的資料形式 轉成這樣的資料形式 那中間可能就有好幾個步驟 我們先把資料下載 看Excel這樣 這樣 那我們可以想一下 假設我們現在拿到這個資料 觀察一下它的資料 你覺得如果我們在Excel這樣做 要轉換成這樣的資料格式 你們覺得要第一步要怎麼做 產生先產生一個新的Shift 然後再來是 就是 就是假設我們現在要用Excel來做 那我們要怎麼樣 把這樣的資料 變成這樣的資料 那我們要把它想成好幾步嘛 那我們在Excel第一步會是怎麼做 就是你要先看這個疾病有幾種嘛 然後放在它的欄位嘛對不對 那第二步咧 多少人 多少人沒有錯 那也就是說我們在程式上面 我們是不是要先產生一個 Data Frame或是舉證 它有多少人 然後它的欄位對不對 那欄位是疾病加一嘛 因為我們前面是要放受試者 沒有錯 然後再來是我們去比對 那接下來是不是要去比對 第一個人 他在這些欄位底下 他確實在這裡有哪些疾病嘛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我們在Excel是這樣寫 那我們在程式上要怎麼做 我們第一步 先阻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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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資料長這樣 那我們是要先選 我們是不是要把 這一欄位跟這個欄位 還有這個欄位 合併在一起 然後去看有多少人嘛 那我們是之前教的是用C這個函數 對吧 那但是這邊會有一個問題 你發現這裡 看起來怪怪的嘛 它是不是我們要的Desease的名稱 反而它變成數字 那你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常常就是 除了你程式上寫錯 很明顯的 可能在 這個是DataFrame 你少一個逗點 它會出現 直接給你Error 就是在寫程式 通常你們在寫的時候 出錯就是會直接給你錯誤 但有時候你的錯誤 它不代表程式上的錯誤 它可能是資料 它還是可以work 但是你不知道 它為什麼錯在哪裡 這時候你就要去 回過頭去看 它每一個程式出錯的位置在哪裡 跟你的預期結果是不是一致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知道 這裡是錯的 那我們是要往回頭看 這邊一定是 因為它這邊是從這裡執行過來的 那我們先看這個input 這邊是沒有錯嘛 都還是疾病嘛 Data2 然後這是第三個欄位 也是這樣嘛 這個 第四個欄位也是這樣 但 我們看這個 這個Odyssease 發現它這邊就變成了一個數字 呃 之前老師在講 FATO的部分 老師也沒有講過 它可能問題是在哪裡 它的背後的那個 字體Library是不一樣的 對 對 沒有錯 沒有錯 如果是因子向量的話 它的FATO就是 它只是把 程式在R語言 它把它當作是正整數 所以如果它用C語言合併的時候 它就全部當作是正整數的運算 所以在這邊就會變成一個數字 那 在這邊 所以這邊是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嘛 跟以前我們教的是一樣的 那 所以在這邊我們是要先破壞它 先把它變成一個 文字 因為我們知道 FATO跟Levels 這邊的進來一定要是文字 如果在轉換的時候 如果在轉換的時候 要是文字 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才不會有問題 那也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 要先把它轉換成文字 它就沒有帶因子的這個屬性在裡面 那我們是可以先 這樣做 我們再看一下Data2 這邊就是沒有跟這個資料格式是不一樣的嘛 它完全純粹就是一個文字向量 文字的屬性 那你再把它合併起來 那它仍然還是一個文字的資料 格式 那我們再透過FATO跟Levels 就可以把它變成像我們之前做的這樣子 我們可以先看FATO 它就是 它就把全部的資料 然後去把它做成一個FATO字典 或是Key跟Value 然後再用Levels把它這邊的Key給取出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樣就是我們要的東西嘛 好 那接著我們得到我們的LevelDCs 那再來是我們就是要去看 我們的人數 有多少 對吧 然後這邊 這邊LabelDCs 這邊-1 是我把這個空的拿掉 我們只要看DCs嘛 然後再來是我們看 這個第一個欄位是我們要看多少人嘛 那現在是 這樣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有這樣的人數 這邊一定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知道Desease的數量跟Sample 我們把Desease抓出來 還有Sample抓出來 我們是不是可以去看它的長度是多少 就可以拼一個 先產生一個空的矩陣 空的矩陣嘛 那我們都先產生一個0的矩陣 然後它NRAW 是它的 人數的長度 然後Column是Desease的長度 但是我們要加1 因為我們前面要放那個ID嘛 好 我們先產生出來 這邊還沒有執行 那我們先觀察一下 這個N Data 確實已經是產生一個 我們 就有點像Excel 我們先直接產生一個新的Shift Data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 它的Column Names 先填入 再觀察一次 這樣 欄位 0名稱已經填好了 那接著我們是把 那個Sample 就是樣本數 呃 壽視者先填到第一個欄位 那我們是我們是直接這樣填 這邊都還可以嗎 好 好 那我們再觀察一下這個Data 好 那我們這邊 欄位的ID都填 ID的欄位的壽視者都填入了嘛 那接著我們是不是要填這個 裡面的資料 好 那我們是要一筆一筆填 所以我們這邊一定是要做一個回圈 那大家回圈可能 都算熟悉的 我們可以直接先 跳到I等於E這個步驟來 那我們是先把 呃 原本 這個Data的第一筆先抓出來 對吧 這一筆先抓出來 好 那我們知道DataFrame如果要抓第一筆是 我們是要抓放在前面弱的這個位置的部分嘛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抓出來 這樣是不是就產生我們要的 我們要第一筆這個欄位 那接著 我們是要 選 後面三個欄位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2到4 這樣的方式 取出 對吧 那接著 這個 我們是要 看一下 這是第一筆嘛 然後這邊的意思是說 一樣 它在這個欄位 我覺得 意思是都一樣啦 都可以做 這邊的意思是 它把 它先 確定這個欄位 這個受試者 第一個受試者 在這個欄位 是哪一個弱 然後 選出2到4 這樣 一樣 一樣的意思 跟這樣是一樣的意思 因為你很確定 它是從 從第一筆開始 OK 那我們就按照程式 老師講義上的做法 那接著 我們是要去 比較 我們在 Level Decease 它出現的地方 在 哪裡嗎 那我們是用 %% 這邊可以嗎 這裡的資料 就是第一筆 2到4的資料 有沒有在這裡面 然後它會按照它的順序 去做一個排列 這樣可以嗎 OK 看一下 好 然後接著我們就可以把它填到 我們的 資料裡面 第一筆資料 然後 這邊 因為我們這邊-1 我們知道我們第一筆 是 ID這個欄位 所以我用-1是把 不要第一筆 之外 我們都要先選 就要選去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這樣填 然後我們觀察一下 EARN DATA 是不是就把它填入了 我這邊-1 要先做一下 好 我們再看一次 這樣就是FALSE 沒有錯 那第二筆 是把I-1 改成2 然後再填入 那這樣是不是都填進來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 前面 I-2 I-2 第二筆 它有高血壓跟C肝 你去檢查一下 第二筆 高血壓跟C肝 這邊是True 沒有錯 然後高血壓 在 在哪裡 這裡 那確定這樣它沒有問題 對不對 你觀察之後 先做個幾筆 然後觀察之後沒有問題 你再想辦法包成回圈 那也就是說 我們接下來的 練習一題 練習一題 就是試著把它包成回圈 然後 但前面我們希望 你的每個過程 都去執行一次 看能不能先自己寫出來 那如果我們要寫出來 再用貼的 把這種程式貼起來 那再接著我們最後的練習 就是把它 用回圈把它包起來 這樣可以嗎 那 好 那我們就是這一題的練習 其實 前面大家一定要先貼過一次 那 這題最後 就很簡單 把它包成回圈 回圈的話 大家應該都很知道 它的格式 I-1 1 到 它的長度 那它的長度 就是 這個 長度 然後 再直接把這個 丟進去 那我們再重新 做一次 然後觀察一下 這樣 它其實就做完了 這樣就 看一下 它到底有沒有正確 那如果沒有正確 再看一下 程式到底有沒有出錯 然後剛才前面 有一個地方 我們剛才不是講說 我們把資料先把它 轉成文字 對吧 那其實在讀檔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這個 參數 我們就把 我先觀察一下 等一下喔 先看一下 這樣子 它的 Data2 它Data第二個欄位 它是 那如果我們用了這個 參數 用了這個 參數 它就是 直接把 所有的 資料 都變成一個文字的 一個 資料屬性 那因為我們有這樣教的原因 是因為 呃 我們應該 因為我們不會知道 我們有這個 參數嘛 通常我們是一開始在教的時候 是用這樣的語法 去讀檔 那我們在 debug 的時候 一定是先從 資料的轉換 去做 做一些 處理 就是去解決它的問題在哪裡 很難一開始就想到有這樣的一個 參數在 那如果是要用這樣的參數 通常是我們在做 比較多的 資料屬性 你 資料的時候 欄位的時候 你很希望 它的文字 就是要文字的一個 資料屬性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讀檔的時候 會下這個參數 那 正常來講 我們是 遇到了什麼問題 去根據這個問題 來做解決 這樣可以嗎 在寫程式的時候 大概都是這樣 那 也可以知道我們 剛才的過程 就是我們從 從這個資料形式 就是轉成這個資料形式 它中間其實有好幾步 那我們去想著 如果在Excel怎麼做 那 是不是在程式上 大概也是這樣做 那 只是有一些小細節 會要去 要去注意的 那 接著第二 第二小節 我們也是用 我們是另外一個Data 那 現在的Data 它有 不同的資料 就是不同的時間 每個人 假設有2185 在這個時間點 做了Critinning 跟Total 我先把它 資料下載下來 好了 我們看Excel 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時間點 2185 它可能做了 不同的 血液生化值的 一個檢測 這樣的資料形式 這是從Dataset Database來的 所以 它資料下來 就是長這樣 你們以後 當醫生的時候 如果是 醫學系的 當醫生 大概從 三軍整員院 下來 來看資料的話 就是長這樣的 資料形式 所以 你要讓自己 變成一個 你好看的 一個資料 你要想一下 你想要長的是 什麼樣子 OK 那我們希望 我們是把它 先變成 同樣 同一個人 然後在 不同時間點 然後我們 他做的 血液生化值的 項目 的數值 有哪些吧 你應該會比較希望 你看的資料 這樣比較清楚吧 那 這是第二個時間點 他 這個人做的 資料 做的血液生化值 在 他是哪些數值 那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 我們 再來想一下 這樣的 資料 我們第一步會想要怎麼做 或是 要觀察什麼 要先 算有多少的 就是 他有很多 全部的資料 對 然後再確定一下 那個 開始內 就是有多少的 檢測 測驗的數量 這個你有包含時間嗎 就是 對 沒有錯 就是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 假設我們是2185 假設這是ID嗎 然後 時間 在Essale的話 我們是先這樣 然後一樣 假設ABC B 我們是 這個 就是 2185 2185 然後 他的第一個時間 假設都是第一個時間 然後 這邊是第二個時間 然後 他做了什麼事情 這樣 假設這樣 數值這樣 這邊 這邊只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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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是不是這樣 我們在Essale 是不是這樣 然後第二個人 我們是可以再產生一個 Data plate 或是一個Shifter 然後可能是 715 然後他做了 三次 三個時間點 做了三次檢查 然後不同的 那個 血液生化值 然後最後我們再把它併起來 像 像這樣 我們 我們在Essale大概會是這樣做 當然你 因為我們在做Essale 你可能不會這樣 產生這麼多 Shift 直接可能 直接填下來 那 把它拆細一點 他的邏輯大概是這樣子 先做一個人 然後針對這個時間 去看他哪一個 他做了哪些血液生化值 然後再做下一個人 然後再把它併起來 邏輯上是這樣 我們可以這樣拆 好 所以我們在程式上 我們是不是 除了先 等一下喔 我要先讀 這個檔案 這邊我先槓掉 那我們觀察一下 這個資料 head data是這樣 那我們是不是 一樣 這個 這邊大概是沒什麼問題 就是 取出他的血液生化值 大概是沒什麼問題 對吧 對吧 然後 再來是取出 他的 檢查 他的那個 他的幾筆 這個是幾筆的意思 幾個血液生化值的 長度 做了幾項 然後再來是 這個是 受試者 有幾筆 這樣子 大概是10筆 可以嗎 我先都貼一貼 所以 受試者其實就只有10個人 當然 但是他有做了好幾次檢查 不同的時間點做了好幾次檢查 然後每個人做的時間點又不一樣 OK 那也就是說 接著 我們是不是要用針對第一個人 所以我們是要做一個回圈 第一個人嗎 這是PASSION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取出來 這是第一個人嗎 看一下 我貼錯了 這個 這是這樣 第一個人嗎 第一個人就是 175這個編號 這個人 然後 我們是不是要把它DATA取出來 他的 在這個DATA裡面 是這一個人的 然後 看一下 他是在第幾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嗎 好 那我們是 這樣 然後 可以用 PERCENT PERCENT IN PERCENT 然後 先 這樣 這樣是不是把這個 第一個人的 資料全部取出來了 對吧 那我們把它做成 SubDATA 存在這個SubDATA變數當中 那接著 我們是要從這個SubDATA 看一下喔 去選出他的時間 對吧 第一個人 他的時間 他做了幾次 他的時間 所以就是 SubDATA 一樣 貼特 Label 然後 這樣 這樣沒有問題嗎 對不對 那我們去看一下 這個SubDATA 第二個欄位 第二個欄位 這邊沒有 寫到 可是你發現 我們這個SubDATA 他總共 只有509比 可是你發現 這個時間的長度 他給你1532 你覺得這是什麼問題 對啊沒有錯 我們是吃到 他是吃到前面這個值 就是在做BETA跟Levels的時候 如果你是從這個DATA裡面來的 做成SubDATA 他其實還是保留原本 SubDATA 裡面 我們看一下 他的Levels 這邊是1532 他還保留這個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SubDATA 這個 他還是保留了這個Levels 所以他取出來 是這個 原本的 DATA裡面的 因子 BETA 對不對 也就是說 我們在做SubDATA的時候 我們要先破壞他 所以要給他重新 變成文字 再給他FAT 我們再看一次 好 這樣變成132 這樣合理吧 比較像是 對的嘛 可以嗎 在討論什麼 沒差 沒差 一樣 真的是一樣 應該是一樣 對一樣 FATER跟EXFATER 大概是差不多的意思 好 那這樣子 資料是 132 是沒有錯的嘛 這樣 看起來比較合理嘛 跟這 1500多比 1300 1532比 這樣是 比較合理一點 那可能 還有 可能有什麼問題啦 那 到時候 做了之後 我們才會知道 那現在目前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把 我們的時間取出來了 我們是不是要 把它 選出 這是一樣的 看一下 這邊在做什麼 好 老師的做法是 先把那個 subdata第二筆 先轉成 就是先破壞它啦 然後再做這件事情 意思是一樣 ok 那我們取出時間呢 我們是不是 這個 這個時間 我們是要看第一個時間 這個 subdata 第一個時間 這個人 第一個時間 有多少個資料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j 等於1 然後 這個 j 這是這個時間嘛 那我們是這個 subdata 第二個欄位 第二個欄位 percent in percent 這邊 這樣是不是把第一個人的第一個時間點 他所做的檢查的資料給取出來了 對吧 那我們是不是再給他一個subsubdata 然後 我忘記了 這邊 要先 填那個 資料 所以這邊 有先產生一個矩陣 這邊可以嗎 我這邊漏獎 可以嗎 就是他把第一個人先做一個矩陣出來 所以這邊 uncurrent 然後這邊 test 就是 就是我們這邊欄位要加2 是因為我們前面有放 id 跟時間 所以後面要加2 先產生一個矩陣 然後一樣命名 ok 然後他再把這個填進來 先把第一筆 還有第二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跟第二個欄位填進來 這邊可以嗎 那接著才會做下一步 跳太快 才會做下一步 把第一個資料 這個subdata 第一個人的 第一個時間點的資料 可以取出來 這樣可以嗎 ok 那接著 我們把資料取出來了 我們是不是 要 要選出這個 先一筆一筆填 這個ip 的資料可以取出來 是不是我們可以再一個回圈 因為它是之後我們會不固定的長度 假設 J等於2的時候 它會不固定的長度 所以這邊可以再用一個回圈 用lens的方式 把它做出來 好 好 那我們這邊 k等於1 那這邊 它的testname 是第三個欄位嘛 所以我們這邊 用選 選第三個 第三個 這樣子就選出來了 第一筆 這是第一筆 的第三個欄位 那我們就把ip取出來了 取出來之後 我們再去選取 這個資料 把它填到 這個submatrix裡面 對吧 所以我們現在要知道 位置 呃 今天跳太快了 name 等於等於 我們是要知道 在 這裡 n.test 它是在哪一個位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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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這邊可以嗎 我們要先看這個labels 它是在哪個位置 然後我們可以用witch 前面有教過witch 可以選出它的位置 是true的位置在哪裡 這是11 第11個 12345678910 11 對吧 然後 因為前面 前面我們submatrix submatrix 它前面是這兩個欄位 所以我們要再加2 這樣可以嗎 那這邊給它position這個 的一個變數名稱 那我們得到了這個 我們是不是要把這個填進來 填 這邊是 就是i 這是j 然後 position 這邊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把它填進去 我們看一下 第13個位置 第13個位置 1 1 2 3 4 5 6 12 3 4 5 6 7 8 9 4 11 11 12 13 12 剛才是ip 13 4 3 4 4 3 3 3 4 3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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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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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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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一回圈把他包起來了 那我們再重新執行一次 好我們再看一下這個submetrics 奇怪 喔這邊多了一個lens 好 再重新執行一次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submetrics 這樣子他是把全部資料給填進來了 對吧 第一個人的所有資料填進來了 那接著我們是要把它填到 就是我們現在要做每一個人嘛 所以我們是要把它包成愛回圈 所以這邊是n 這個 這樣包起來 但是這邊有一個問題 我們還沒把它 我們現在是前面到i之前我們是做一個人 那我們還沒有把它併起來嘛對不對 如果執行回圈他只是把它每個變數一直取代掉 我們要把它併起來嘛對不對 但我們有一個觀念可以像以前在C 講C的時候 我們的做法是一樣的 我們先給他一個最後的一個FinalData的一個變數 那我們是要先在回圈外面 做這件事情 然後 在最後 i這個回圈 然後我們要併起來 這邊是要用Rby還是Cby 我們之前有交過Rby跟Cby 對Rby Rby是用網路的方向去貼嘛 所以是用Rby 那我們這邊 是先給他入我 然後這邊是submetrics 這邊看得懂嗎 他就是先產生這樣的資料 然後 先變 這樣併起來 這是Nuo嘛 然後這是submetrics submetrics是有東西的嘛 他直接貼上去 所以先產生 第一個 FinalData的資料 那現在他的FinalData已經被取代掉了 成這個樣的資料 他現在是有資料的嘛 那再把它變成這個FinalData 跟下一個submetrics並起來 再重新取代掉他 這個概念其實在Python上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學過Python 我們之前在寫X等於1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學過這樣的 在這個現在是不管任何語法都是一樣的 這樣是一樣的意思 那在Python你們應該是有學過加等於 加等於 還是等於加我忘記了 加等於 只是一樣的概念 那現在他只是變成DataFrame DataFrame OK 這個算蠻長有機會用到的一個技巧 這個可以學起來 然後我們再把它併起來 再重新執行一次 這樣的FinalData 就是會有很多筆 現在有1502筆 這樣比較像是我們最後的結果嘛 那練習2啊 練習2其實是另外一個資料檔案 那他更大啦 那基本上其實做法是一樣的 然後 他還有一些多的欄位 你要想一下 哪些補藥哪些藥 然後他的 縮硬值 縮硬的 中瓜湖裡面的數字要怎麼填 但前提是我們這邊前面的程式 大家都要先執行過一次 就是比較容易去改 然後 才能做練習2 這樣可以嗎 給大家一些10分鐘的時間 好那 前面課程的講義 你們應該前面都貼過了嘛 那 練習2其實就是去 去改裡面 有幾種方式可以做啦 你們可以去改 你們可以觀察一下 就是他的欄位 多了Sys 就是性別跟一些資料 單位或是 我們 所以在做的時候 大概是去改這邊的縮硬值吧 你們應該想到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也可以 就是有想到方式都可以 那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我先讀檔 另外一個方式 我們 如果你是針對前面課程講義 你要去修改程式 我再重新執行好了 你可以觀察到 受試者編號是在 第一個欄位 然後時間在第二個欄位 然後檢查項目3還有4嘛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選 這個新的這份資料 我們是不是把它改成 一樣的資料格式 資料形式 那後面的程式是不是可以不用動 對吧 對吧 好 那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 這樣 1 2 這是3嘛 1 3 3 然後4 5 這樣子後面是基本上就不用動 就是一模一樣的一個資料 這樣是不是跟這樣是一樣的 前面資料 那後面是就不用動 所以其實在寫程式 他的解法其實每個人想的都不一樣 沒有標準答案 那就是看你怎麼去想 然後去完成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一步一步完成 那再來是 在練習2的下面啊 這邊有個所謂的進度條 我來執行一下 給大家看 這樣 如果資料很多筆的時候 我們是有時候是需要一個 一個進度條 來看看我們完成了多少 這個程式現在完成了多少 大概可以知道 這個可以不用管 這個是 故意讓他延遲 其實時間延遲 比較看得出效果 那這個可以不用管 那這個的話 你可以觀察到 這個是需要填一個 長度的 從回圈來看 這邊是一個長度嘛 那在這個 這邊是 這個要在回圈外面填嘛 你觀察到是這樣嘛對不對 如果現在有個新的東西 新的程式語言 你不了解的 語法不了解 就去觀察一下 這個東西在回圈外面 那也就是說我們這個 要放在回圈外面 那這個是在回圈裡面嘛 然後這個是在回圈外面嘛 最後把它關起來 然後再來是 然後再來是 這個N 是這個N 相等嘛 然後這邊是 也就是說 你的 你的 就是回圈的長度 要填在這裡 對吧 那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這樣 我們一個一個來貼 我們是不是貼這裡 那我剛才說 這個是要跟這個是一樣的嘛 所以我直接把它改成這樣 OK 然後再來是這個 要在回圈的最外層嘛 但不是外面喔 是最外層 把這個貼上來 然後這個是要跟 應該說這個要在哪裡 是要跟你這個I 就是這個回圈是在哪一層 現在是在最外層嘛 通常我們是放在最外面啦 這樣可以嗎 然後這個最外面 然後這個最外面 就是回圈外 好 那我先用剛剛上一個Data 來做好了 OK 這樣就是一個進度條 那如果是用 第二筆一樣 我們這邊就要全部重新執行 那這個就會有一個進度條 就會完成比較久啦 因為它的資料比較多 這樣可以嗎 那練習二其實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它的解題方式有很多種 那看你要用哪一種方式 你想到的是什麼 那這堂課 基本上就上到這裡 那我們再回過頭 回過頭來講一下就是 當工程師啊 或是在寫程式 就是要把你的 你要有想像能力啦 剛才有跟同學聊到 你要有想像能力 你的 outcome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你預期的 outcome是長那樣子 再來是 你預期 你已經瞭解你的目標任務 你要怎麼把你的任務拆成好幾步 然後這幾步 可能你可以往後想大概兩三步左右 基本上就夠了 然後每一步去看一下 你的就是你然後每一步都要把它print出來 去看一下 是不是這個程式執行完的結果是你想要的 然後一步一步的朝著你最後目標的結果 往前嘛 然後再來是如果遇到程式debug 呃程式問題 除非它是很明顯的錯誤 它給你error 你就是直接去解它 那有時候 它程式就是可以work 那但是你觀察的結果跟你要的不一樣 那你就要去看一下 是哪裡出了錯誤 這樣可以嗎 尤其是到了下學期如果有上了深度學習 你明明就發現它就是 呃你們應該有上過深度學習嗎 還是機器學習 反正呃沒上過 反正到大時候 我們在churn model的時候 它都可以churn 然後 churn的時候它都程式都沒有出錯 但是你就是churn不好 或是它就是 正常我們要 給它loss是往下降 你發現它就是沒有下降 它可能是前面資料出了什麼錯誤 讓它沒有真正的churn到 模型 讓它學到 那這是也是要去解決的問題 就是反正寫程式不管是做哪個領域 你都要去觀察一下 你的結果或是每一步的預期結果 是不是一樣 跟你想的是一樣 那這一堂課也算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先從資料一個處理跟清理做練習 我以前在做寫程式的時候 練習基本上也是從這個方面去練習的 才有比較了解程式在幹嘛 那我們這堂課就到這邊 謝謝